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八号产品的发布环节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八号产品的发布环节 艺术大师什么时候才会免费 什么样的马桶才会被称为艺术 谁是最自恋的艺术家 为什么画得越不像越有艺术价值 比亚索眼中的公牛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贝多芬双耳失聪却仍然可以继续创作 美国布朗大学学霸袁博军 带你理解人类两千多年来所有艺术的废后逻辑 一年呈现267艺术史 内容涵盖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诸多艺术领域 颜博军西方APP出品 有请得到作者颜博军 我曾经花了很多力气在网络上 想告诉琴同家长们 学钢琴不是为了考十级 因为即便你考过了 也未见的就懂音乐 懂艺术 因为考级基本只考技术 你弹得快 准 狠 别太出错 基本上都能通过 考级不考艺术 这就让我想到 我们总是喜欢把艺术理解为 一级一级长长的阶梯 认为只要交足够多的学费 上足够多的课 考足够多的证书 就能一级一级地爬上去 成为读懂艺术 享受艺术的人 而我们这些 没有爬过那个阶梯的普通人 似乎艺术的大门 就对我们永远地关上来 其实我们经常容易误解 错把技术当成艺术 其实 技术绝对不是艺术追求的目标 而是与人性相交织 去推动艺术进步的手段 比方说 为什么巴赫大部分的钢琴曲 听上去都波澜不惊 没有什么起伏 而且它的普面上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强弱记号 难道真如很多乐评家们所说的 因为巴赫的基督教信仰 导致它排斥人类的激情 所以它的音乐 天然追求一种清澈平淡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巴赫的年代 能把钢琴的音弹出强弱的 我们这种现代钢琴 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直到普鲁士国王斐特列二世 对新型的 能把音弹出强弱的钢琴 进行了大力的推广 以及挖掘 我们今天才有幸能听到 有激情的钢琴音乐 当时斐特列二世 还把巴赫请到了 他的宫廷当中 给他介绍了这种新型的钢琴 据说巴赫他老人家 当时就非常喜欢 而且立即为这种钢琴 补写了许多 有强弱音的钢琴曲 所以说不是巴赫不想有激情 是那个时候的时代 不允许他有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大家肯定都熟悉 就是为什么印象主义的绘画 看上去都是一团模糊的感觉 那么这个问题呢 如果从纯艺术的角度上来看 似乎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换一个方向 触类旁通 这个问题又变得非常的简单 迎刃而解 我们都知道 绘画的表达方式啊 主要分两个维度 分别是形状和色彩 而可能你不知道的是 在印象主义绘画诞生的档口啊 刚好是照相技术发明的时代 换句话说 你如果以形状来作为表达方式 去作画的话 你画的再像怎么可能会有照相迹象呢 所以说所有的以形状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古典绘画 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被迫从另外一个维度 也就是色彩来寻求新的表达 印象主义绘画 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 把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色彩和光影上 抛弃形状来作画的新方式 然而像莫奈这样的高度近视眼 他看到什么画什么 那自然就是一团模糊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我相信这是一段人人都耳熟能详的旋律 没错 乐圣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最后一个乐章 欢乐颂的主旋律 那为什么这样一部交响曲 可以成为画时代的伟大作品 我相信啊 这肯定是跟贝多芬的精妙作曲手法是分不开的 但是你很可能不知道一点 就是在这部交响曲当中啊 贝多芬史无前例的 第一次把合唱团放到了一部交响曲当中 所以从上面这三个例子看起来啊 好像理解艺术和体会艺术并不是那么难 第一次用有强弱音的方法去演奏钢琴 第一次把所有注意力放到色彩和光影上进行绘画 第一次把合唱团放到一部交响曲当中 并让所有歌唱家做足50分钟才开始演唱 这些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 似乎稀松平常 但是古代第一次这样做的艺术家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这样看来 艺术其实很简单 艺术就是去追求那个表达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去说话 所以我的订阅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我不是很满足于去讲风格定流派 也觉得文学性的形容此早有一些冗余 我要追求属于我的艺术史讲法的一个小突破 那就是我的订阅只专注于所有伟大艺术的突破与创新的瞬间 那个黄金一刻 那对于你来说呢 你也可以马上做到一个你在艺术方面的小突破 那就是先买我一年订阅 好 那么 接下来一年跟我学习艺术史 跟我一块学习艺术史 每天一小步登上艺术殿堂 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人类何以变得惊天这般伟大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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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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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物理的博士生 辍学 这样的一个人 能不能做好西方艺术史这个专栏 我们一直很打鼓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反复交往 一直拖了一年 反复打磨 它太让我震惊了 就是一个学霸 兴趣那么广泛 它对一门知识的洞察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深度 这是年轻的 闫波军老师给我的震撼 我讲个故事吧 其实也是艺术史上的事 有这么一幅画 叫《创世纪》 它画在西斯廷教堂的顶部 天花板 那它的作者是谁呢 是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 米开朗基罗 但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因为当时教皇 西斯廷教堂 是教皇的私人礼拜堂 他是有自己的宫廷首席画家的 那个人是谁啊 同样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叫拉斐尔 教皇为什么不让拉斐尔 这个画家来画 而要请米开朗基罗 这个雕塑家来画 这件事情可能是 艺术史上永恒的秘密 有很多猜想 但是都没有正史的记载 但就这样 当时的雕塑家 也算是小小的跨了一点行吧 来画画 结果就出现了这个《创世纪》 以及这个画面 大家都知道 它永远定格在艺术史 最璀璨的作品的名录上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不是这个 有点跨界的外行 可能这幅作品 根本就没法诞生 第一 因为米开朗基罗是雕塑家 所以他就可以把雕塑当中的 很多技法应用到绘画里面来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他算半个外行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 知道这个工程量有多大 所以他贸然地接了这个活 这幅画将近500平米 而且是在天顶上 他必须仰着头画 五年时间创作完成 完成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那时候 岁数并不大 但是眼睛完蛋了 颈椎也完蛋了 所以后来 虽然他又活了50年 但是此后50年 他读信也只有这样读 今天 严伯军也算是小小地跨了个界 我知道其实你低估了工程量 跟米开朗基罗当年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希望的是 他毕竟可以带来 很多其他领域的东西 比如说 一个典型的物理学家的那种 表达一个问题 力求简洁 深刻和穿透性的能力 所以 一个兴趣广泛的学霸 带着物理学的智慧 带着一种超强的表达能力 和对艺术一直来的热爱 严伯军 西方艺术史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下面 我们就正式发布 今天晚上的第8号产品 严伯军西方艺术史 谢谢严老师